黑衣人持棍棒来到苗栗造桥这家残院搞破坏 抢了现金拘禁出家人 还强压被害人去领钱 事后又回来在门口拉布条撒名纸 只称宗教恋财 仅仅去年逮捕了姿势的凶贤 他们称是受人委托 警方初步的了解是因为有信众有一些 有些事情那对于寺庙这方面有一些不谅解 所以才找了这些黑帮的分子来对寺庙加以 暴力讨债 委托人是化工厂的核心老板 他跟太太原本都是信徒 太太离癌先生不定期供养法师 希望修养身性 积福积德患健康 宣称捐了两千万 后来太太病逝先生性情大变 认为禅寺延误了就医 叫帮派分子上门寻仇 六十多岁的住持被打到肋骨断裂 禅寺人员说是当事人不愿意就医 奉献随喜也不强迫 没有两千万那么多 我也是劝他 我说你不医你是死怎么办 他说我们不要 他讲的他说他姐姐也是这样 案发之后残寺门禁森严 即使新徒来访 也得专人出来开门 他不在啊 他不在这里啊 他去不定所 残寺人员说住持不在 对于诉讼案件无法多说 台北地检署1月6号贞结 核心化工厂老板 结果三人以上加重强盗罪 以及私刑拘禁被起诉 帮废分子另外还有恐吓罪 TBS新闻谢国金无数评 苗栗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国金无数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